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今天探考这个16奖 也就是第14章的银行内部这个管理 那么有关这个单点当中 顺便给同学做一个分享 我们常常看到最近过去 很多金融风暴这个产生 不管说年曼兄弟摆的脑殿 或是说一般的银行内部上一些问题 最大的关键 都是在银行的内部管理发生问题 你看报章杂志上讲 有些银行发生舞弊等等 其实这些的关键 都是它内部管理的一个 发生一个问题 所以说为了给同学了解说 银行内部控制 内部管理 要怎么去做好 银行应该扮演管理的这个角色 所以本单年学习的重点有两个 第一个我们了解银行内部控制操作模式 第二个我们了解新巴塞资本协定的做法跟配合 那么首先我们分了四个单年 来给同学介绍说有关银行的内部管理怎么样 那么首先我们先给同学来看看说 银行内部的管理的系统 那么银行内部管理系统当中 有这个图当中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出来 内部管理的是涵盖两个部份 内部的控制跟风险的管理 那么内部的控制当中又分了两个 内部的机合跟法定的遵循的制度 那么内部的这个机合当中又分了一般的查核 专案的查核跟自行查核 那么风险管理它分了两个 一个是内部风险管理 它的职责是在董事会 那么外部的风险管理 那么我们就可以求助专业的机构 来配合帮银行做好风险的这个管理 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看银行的内部控制制度 那么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当中 这有几个观念给同学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内部控制制度的意义 那么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意义就是说 银行各种业务的作业流程顺畅 制衡严谨 且符合法令规章的制度 旨在落实内部的机制 发挥内控的效能 所以由这个内部控制当中 我们所要求是它作业流程的制衡 跟法令规章的落实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作业流程一定要有那种签字制衡的作用 那么行业就没有舞弊的机会 那么你遵循法令规章的 因为银行它是经营货币的这个单位 我想它受到的特权比一般行业更多 你当受到社会的制约跟严谨的监管 是不便的原则 如果说你经营国际业务 你更应该做国际贯约的规范 跟当地国法律的规范 我想这是永远不便的事实 也就是银行的经营一定要合法 而且要遵守法令的规范 所以说为什么社会有不公不义 就是大家在法的边缘 灰色地带 为所欲毁 伤害国家 伤害到众生 那么再来第二个 内部控制的目标 那么内部控制的目的 当然就是要见钱银行的经营 因为银行法第一条也是说 稳定 见钱银行的经营 是银行法里面不可 不可 获切一个目标 因为如果说你稳健的经营 你才有办法协助经济的发展 因为银行业是 所有经济产业的最上涨组织 银行的发展 才有办法协助经济的成长 那么内部控制的目标有四个 第一个 也就是一般说提升营运的这个绩效 也就是说坦白讲 银行它的这个业绩 它的这个绩效 当然会影响到银行的这个生存 银行的生存 也就是获利能力的这个保障 是银行不能获缺的一个基础 那么第二个我们一般所讲的这个 确保财务报表的可靠性 因为各位同学说财务报表的可靠性 才能够避免逆向的显示 跟道德的风险 所以通常不管说 上次给同学讲过银行再换款 不管你按照5P5C 坦白讲 关键说财务报表有太多的美化跟伪装 没有一定的专利跟经验的话 很难来得知它的真相 如此逆向的选择跟道德的风险 足以摧毁一个产业的发展 那么第三个 也是一般所讲的 落实法令的遵循 那么这个法令的遵循 当然最主要是确保金融的自信 我想一个国家金融自信的发生问题 确实是一国经济的灾难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一卡在手 你到世界各有都非常方便 所以他讲说现在人真的 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依法 法是有有行的 当然法律上的规范 无形的道德的规范一定要有 就像我同学给同学聊 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 专利有专利的道德 做人有做人的道德 管理有管理的道德 决策有决策的道德 坦白讲 私德缺德 一定会造成个人生活的一个障碍 这些我想无庸置疑的一个事实 不是你信不信的问题 那么第四个的保障 这个作业的安全 因为任何一个作业流程 它的制衡 它的严谨 它的流畅 因为任何的服务 刚才讲过的一定要有效力 效力 那么效力是获得科务满力的最好的保证 也是获得你利润的一个基础 这有关联这个内部控制的一个目标 那么再讲第 这个一般所讲第三个 内部控制的原则 当然内部控制的原则 当然内部控制的原则 有五个原则 这五大原则 第一个 我们来了解说 强化管理阶层的监督与管理文化 第二个 我们来这个强化风险辨识和评估能力 第三个 我们来强化流程的制衡 跟职务的分工管理 第四个 强化内部的持续的监督机制 第五个 我们来这个一般所讲的 建构知性的完整性跟透明度 那么有关于这五个原则当中 关键 像第一个 强化管理阶层的监督与管理文化 关键是说在这个董事会 因为董事会的 你必须的将这种内部控制 当作公司的一个文化 而且你本身要以身作者 否则你很难获得行员的共同的遵守 遵守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么第二个 有关强化风险变数跟评估能力 就是说 内部控制最主要是说 对各种作为这个流程 你必须要去评估 然后使每一个流程当所造成的风险 银行有能力去承担 忍受它的这个风险 也就是说必须将风险 风险在你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那么第三个 强化流程的制衡跟植物分工的管理 因为制衡可以避免员工的这个舞弊 那么植物的分工 现在银行强调这个轮调 这个推性 而且避免说你做一些责任 利害相互冲突的一些植物 那么这样可能就会造成 内控的一个失控 那么第四个 强化内部持续监督 其实说内控一定要持续不断的 这样去管理 一发生问题时 你小事前要按照你适当这个层级 向主管来报告 如果重大的事情 你要赶快向董事会或高阶来报告 而且要及时改善 那么第五个 你建构资讯的完整性和透明度 因为坦白讲 资讯的可靠性 跟它的及时性 跟它的益德性 确实会左右到你判断的准确度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容易 伪造这个资料 所以有关这个资料的可靠 跟准确性 确实需要我们一些经验 跟专烈的评估 因为现在人很高 如果说你不小心 真的了 你就会被对方来守门闭 所以门闭也是人世间最大的一个障碍 也就是业障来源 不是说你今天被门闭 那么因为被门闭而做错事 你还是必须为这个事情 承担无法得知的一些果报的一个报应 所以常常给各位同学了解说 我们常常讲说你没有做错事 问题你助作为内 比你自己做错事一样的严重 那么再来第四个 内部控制的做法 那么通常内部控制这个做法的 那么有两个 内部做两个 第一个建构组织的管理规章 第二个 你要编制相关的业务所册 因为组织是成就一切管理的基础 如果你组织的功能执掌不明确 你管理绝对没有那种效率 还有各种管理的章策 你要很明确地来确定 相关业务的一个授权的额度 跟分层护者的责任 因为银行 他一定按照他的职位高低 业务的征权 他一定有不同的授权的一个方式 跟分层护者方式 因为一个人能力没有这么伟大 一定要分层护者 然后你要编制相关业务所册 把所有的银行 你所涉及的业务 那么相关的你这个业务当中 不管你要订定 你要修订 你要一般所谓的删除 最好你应该要请求一些相关的 像这个集合单位 法令遵行单位 或是说一般所讲的 来风险管理单位 来家里参与协助 在你的定定的作业规章当中 或者作业业务所册当中 有没有欠缺 法令的遵行 风险上的规避 以及违反 击合的方式 所以通常要使你的业务所册 更为完整严谨 尽量能够配合 请求这些法令的遵行单位 击合单位 或是说一般说风险管理的这个单位 来家参与 协助我们定定比较完整 完整的一个作业的一个规章 好 那么再来我们第三个 我们讲说银行的 内部的集合制度 那么银行内部集合制度当中 有八个要项 给同学做一个分享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目的 当然银行的内部集合的目的 最主要是在查核评估 内部控制制是否有效的运作 当然最主要是在协助 董事会或高阶管理阶层 做好监管的一个工作 所以内部集合坦白讲 是一个银行很重要的一个监察官 但是一般银行都不是那样的重视 以至于的成效 也不是我们想象中 这样的一个亮丽跟显著 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个观念的成论 那么再来第一个做法 那么通常内部集合 达到一个效用 一定要建议两个 第一个 要有这个建立总集合的制度 第二个 我们要这个各单位 要建立内部集合的单位 那么通常总集合的 当时说总集合 那么总集合 它最主要是中理 前行的集合的业务 那么通常的这个总集合的职位 列差不多为一个银行的副总经理时代 那么不管这个总集合的设定 一定要懂事会三分之二通过 而且总集合的离职气质 一定要向经理机关来呈报它的理由 也就是说为了确保总集合的客观公正 那么不容许说银行 随便轻易来加以这个调动 所以多法令上也给总集合 有一个尊年的一个保障 当然总集合也必须的 因为有尊年的保障 确实要发现它的专业的功能 或者也是一种罪够 如果做一个花瓶也是不好 那么再来 各一个建立内部集合当中 你各个银行 都是要有这个独立的 专业的集合的这个单位 不过坦白讲 因为是你人力的编制 所以有些银行也都是 没有这样的去做 所以很多问题的发生 都是为了节省人力 反而制造更多的灾难 所以这一点给企业一个思考 当你想节省人力 到最后因为人力的控管不当 导致公司的毁灭 那这得失之间 确实值得市会上的一个节者 因为人生都是节者 然后第二个 这跟内部集合人员应计备的资格 当然内部集合人员应该计备资格 一定要有金融的检查 要有金融的检查 或金融业务的经验 那么最好要两年或三年以上的经验 那么这种情况 如果说你想当集合 你要有集合的信念 所以现在银行办了很多很多种的集合信念 领队信念 电脑集合信念 真的非常多 当然最重要是说 你要办理这样的角色 一定要有一定的实物的经验 而要透过一定的专业的信念 你才能够在有限的时间 能够为银行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这是坦白讲 所以他还给各位同学说 人一定要不断地去学习 努力再努力地学习 我们才有办法 在这么一个变化的环境当中 保有一定的竞争力 否则很容易淘汰 你这个社会上真的非常竞争 所以同学你不知道 有没有可以注意到说 现在的这个孩子 你看为了在迎接新时代的这个竞争 都很聪明 所以他给同学讲 这个灵界 他在规划我们这些人类 真的有他一定的一个作业 很公平 很公平 所以这点是不是给同学一个分享 可能你作文想不到的 现在的一个孩子都很聪明 因为他要生存是不一样的年代 如果在没有一定的能耐 坦白讲很难生存 那就有为上帝给生命的一个 一般说讲这样的一个责任 因为上帝给我们生命 祂有责任来保护我们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么再我们看第三个 内部集合人员的规范 那么集合人员不得有下列的情势 第一个 隐匿或不实或不当的接入 那么第二个 他有业前的行为 第三 违反利益回避的一个原则 第四个 说受不当的利益 第五 为配合主管机关所规定的查核 第六个 不法的行为 主管希望规定你不能做这个行为 所以内部集合他都有一定的规范 那么第四个 内部集合人员的职责有三个 第一个 你要编撞集合手册 也就是一般所讲工作底稿 因为工作底稿 你要先事先做周围的一个准备 你才有办法在有限的时间 针对你要查核的事项 完整的 正确的再去查核 然后提出你一些建设性的建立 第二个 定定 制定查核的流程 通常你是替各分行 来定定自行查核的程序和内容 使各分行按照这种自行查核的规范 来办理应该做的自行查核 那么第三个 拟定集合的计划 那么拟定集合计划通常是按照 这个业务的风险特性 跟集合的执行行形 来加一些规范 所以说有关内部集合支援的执展 有这三个 你要编撞集合手册 要拟定 制定查核的流程 还有这个拟定查核的计划 那么第五个 内部集合的范围 有三个 第一个 一般所讲一般查核 第二个 专案的查核 专案的查核 第三个 自行查核 那么同学要了解说 一般的查核规定是每年要一次的 每年要一次的 那么专案查核也是一样 每年对所有的业务都要一次 那么自行查核规定说 每半年要一次的 但是每个营业单位 每个月要选一项 作为专案的自行查核 不过给同学报告了 以目前银行的人力规划 即使要达到说 每年都一次的一般查核 专案查核 真的确实有难度了 两年一次就不错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隐忧 但是还好所有营养从业人脸 我们平行来讲 这种道德的情操也都非常好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爱惜他的工作 爱惜他的未来 纵使人力的短小 但是短缺的 但是行业的职业的一个道德 我们平行来讲也非常不错了 所以这些老板真的要善待员工 当然现在员工真的也是活得很辛苦 所以老板有良心的话 真的对员工不要过度的苛者 真的 你对员工好是一种福报的生活 你对员工的不好 是一种业障的承担 是你不了解这个真相而已 而做出错误的行为 所以要及时的醒悟 善待员工是一种福报的生活 历待员工是一种业障的承担 获及自己也获及得子子孙孙 我是跟你讲真的 那么再来有关会计师的一种查核 那么会计师的查核通常会有六项 第一个委托会计师 第二个一般是会计师的费用 第三个会计师应妥事表示意见 那么第四个会计师的更换 第五个会计师要通报主管机关的规定 每年四月底都要报告 那么第六个会计师查核的报告的实现 跟这个内容 那么再来第七个说 内部积累制度的追踪考核 这个工作是由总积累来办理 对表现优良的积累人员 要给事实的鼓励 表现不好的也要给他事实的处罚 当然营养都有内部的一个规划 这一切都由总积累来签诚 来由总经理来做出一个财词 那么第八 基额报告保存年限 通常银行的任何的一些文件保存 大部分都是五年 因为这五年已被人能够追踪之用 所以通常你在银行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风险的期限是五年 在这五年当中 你还是要负担一点责任 所以做什么事情也要看未来 不要说一时的冲动 认为说资料就没有了 通常银行都会保留五年 有些的可能会保留十年 那么再来第四个单元 新巴塞尔资本协定的做法跟配合 首先我们来看它有六项 我们先看第一项 新巴塞尔资本协定的主要目的 它主要目的就是说 对资本的集体能够更贴近 这个作业的风险 所以说通常这个新巴塞尔资本协定 有三个资助 第一个资助的最低资本的规定 第二个资助 监理检视的规范 第三个资助的市场纪律上的一个规范 那么第二个 新巴塞尔资本协定只要做法 这个一般所讲有三个 一般所讲的有两个 新巴塞尔资本协定的主要做两个 第一个一般所讲的强化银行风险管理的架构 强化银行风险这个架构 第二个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的架线 那么有关于这个强化银行风险管理架构 分裂有三个 第一个建立独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第二个 那么一般所讲建立专者的风险控管单位 第三个建立银行风险控管的这个 一般所讲的控管的这个原则 也就是说银行风险控制机制的原则 那么有这个五大要项 第一个资本市值性的原则 怎样的 就是说资本市值性要怎么管理 第二个流动性部位的原则 第三个座位风险管理的原则 第四个资产品管的原则 第五个资性安全管理的原则 就是说透过这些原则的规划 来强化银行的资本的具体 跟银行的风险能够衔接在一起 进而保护银行的安全 那么第二个的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的纺线 也就是说银行为了强化 强化内部的控制 跟集合制度的功能 那么风险管理的机制 形成有三道纺线 三道纺线 比如说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纺线 有三道纺线 第一道纺线 风险的承受单位 是指营业单位 第二道是说 第二道纺线是风险管理单位 风险管理单位 当然是属于一般独立的风险管理的单位 那么第三道纺线是内部集合的单位 那么各位同学 不管是营业单位 还有风险管理单位 跟内部集合单位 他们都是分开独立的 如此才有办法达到签制跟制衡的原则 尤其的集合单位 是在检查 营业单位跟管理单位 到底你意味着这个指险 以及风险的控管 有没有按照风险管理的政策 程序来在办理跟落实 那么再来第三个 内部集合在新巴塞尔资本协定中的角色 那么通常内部集合有义务责任 像董事会 损计委员会跟高阶管理委员会 提供公平不篇的集合报告 这是内部集合你有义务有责任 提供公平不篇的这个集合报告 那么内部集合应该扮演防火墙的角色 所谓的提升这个角色 所以资本知道要提升 集合单位的位阶 还有素质 还有独立性 那么第五个 你要加强内部集合的专业能力 当然要培养集合 你的中和的素质跟专业能力 因为你要评估它的风险 了解资本的集体是否合理 所以你要有专业能力 而且第六个 你要建立以风险为导向的饥饿制度 因为以上因为时间关系 那么我们这一讲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